美国食品价格上涨丝毫没有放缓迹象 美劳工部的资料显示 现在的食品比一年前涨价13% 仅9月就上涨0.7% 涨幅超过其他各种消费品8.2%的通胀率 其中水果和蔬菜比一年前上涨10.4% 牛奶涨15.2% 蛋类达30.5% 专家指出 由于造成涨价的俄乌战争 极端干旱和供应链混乱等问题仍不明朗 食品价格明年将持续上涨 食品行业协会表示 今年秋天的物价将非常艰难 或许要到明年第二季结束时 才能稳定下来 根据数据统计 近一半约1.27亿人的美国成年人的信用卡 或借记卡都遭到过欺诈性收费 超过三分之一的信用卡或借记卡持有人 不止一次经历过信用卡欺诈 这些欺诈性收费的中位数为62美元 全美总计约80亿美元 其中几乎40%的持卡人 没有启用来自信用卡公司或银行的电子邮件 或短信提醒 大约81%的受害者没有收到这些通知 而启用警报的受害者中只有19%的人 不得不采取额外措施来撤销欺诈指控 为了保护银行卡信息安全 民众可以选择一张对未经授权的收费 承担0美元责任的信用卡 定期检查信用卡对账单和在线账户上列出的交易 是否由本人或任何授权用户进行很重要 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情况 应立即联系发卡机构对交易提出异议 美国公共卫生部DPH10月17日证实 在洛杉矶县的野生鸟类中发现了8例禽流感病例 这是首次在当地发现此类病毒 当局敦促居民避免接触野生鸟类 只在远处观察它们 据DPH称 与工作相关的鸟类接触或娱乐接触的人 在处理鸟类时应佩戴个人防护设备 卫生官员说 这种病毒可以通过鸟与鸟的直接接触传播 也可以通过接触衣服 鞋类 车辆 取齿动物 昆虫 饲料 水或羽毛上的病毒间接传播 鸟类会通过体液 如呼吸道飞沫 黏液 唾液 和粪便 释放病毒 虽然人类感染的风险很低 但卫生官员表示 当病毒通过飞沫或灰尘吸入 或通过无保护的接触 受感染的禽类 及受污染表面进入人的眼睛 鼻子或嘴巴时 都可能发生人类感染 俄罗斯国防部10月17日证实 俄乌双方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俘虏交换 乌方释放110名俄罗斯人 俄方释放了108名乌克兰女兵 同一天 乌方也发布换服消息 乌克兰国防部称 被释放的108名乌克兰女性 包括平民 志愿者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当天对俄乌进行超200人规模换服行动 表示欢迎 英国首相特拉斯入主唐宁街10号一个多月 以多次改变政策 并撤换了财政大臣科沃腾 目前已有5名保守党议员公开要求他辞职 特拉斯17日承认 自己在经济计划方面有过错 为其引发经济动荡的减税措施盗窃 承认走得太远太快 但并不打算辞职 特拉斯表示 他仍然致力于促进英国经济增长 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 他还透露 他将带领保守党参加下一届大选 感谢观看